日前南投县就国团之有联谊会会长职务正式交接 新院友好也从13届会长张苏宇女士所中 接下了14届会长职务 今天是南投县就国团之有联谊会 第14届的交接典礼 很荣幸当了13届的会长 在卸任的时候 我要谢谢所有的干部 为南投做服务 张苏宇女士感谢团队过去对她的支持协助 也相信友谊员接任后 能够持续带领团队服务地方 也很高兴 我们找到我们的很优秀的年轻人 友好议员来担任我们第14届的会长 那我们希望透过友好议员的服务 能够更拓展 对乡亲 对社区 对老人对儿童对教育更扩展更大的层面的服务 张苏宇会长任职期间带领了救国团之有联谊会 为县内做了许多服务 仙院女号也特别感谢她的辛劳付出 我们张苏宇会长 过去来讲那其实对于许多公益的活动还非常的热心不遗余力 还带着我们许多救国团的伙伴那在南投县的13个乡镇 还都积极发放许多的一个防御物资甚至救助物资 那其实也引进了混账综艺团在南投做巡回的公益表演 还也做了许多的一些对于弱势的一些小朋友的计划在学校 还都希望能够让就是救国团的一个温暖跟力量 能够协助到每个需要关怀的角落 所以说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她我们的张苏宇会长 而接任14期会长是任务的开始 仙院牛号也表示 会持续努力带领团队发扬救国团精神做公益服务社会 而我温暖等于是在接任苏宇会长之后的新任会长 那我也会秉持着救国团的精神 还一样的还跟着我们苏宇会长的脚步 还积极做公益 把南投县救国团的能量持续做发挥 那在过程中我也希望说温暖接任新任会长 也可以找寻更多的一些年轻伙伴 来加入救国团的行列 还能够让大家在十三乡镇的一个团委会 让我们都能够积极地来去做协助 还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接触救国团 还一起来帮助许多需要的人温暖每一个角落 南投县救国团自由联邻会会长交接 典礼当天现场气氛隆重 嘉宾云吉 共同感谢张会长的付出 更期待游议员接任后能够带领团队 持续为社会做更多服务 记者卢一凯南投采访报导 不如失误用 Namyn